皮特拳小黑看一下他的状态怎么样 现在已经跟我熟悉了 不像是第一次那样见到我就会大声的叫咬我 虽然说现在开始非常感想 但是已经好多了 起码他不会咬我 今天也是在那个市场上带了一些鸡匠 来喂一下这个小黑 给他增进一下感情 你看他现在非常想吃这块肉 小心翼翼的怕咬到我的手 烫烫烫 还是非常的瘦 因为前主人对他不是特别饱 所以说经常他是吃不饱 来先干净 来先吃饭 来 吃到非常香 应该是饿坏了 估计他主人在家也不怎么喂他肉 所以说见到肉有一场新鲜 这个是鸡碎肉 满满的翼翼现在已经吃完了 经过这两天的熟悉还是有效果的 起码对我没有什么敌意了 翼翼肉吃完看来是有点不够 还有几个鸡酱 你让他吃吧 本来这个鸡酱是有给我自己养的狗 看他比较饿 所以说就让他吃吧 再来一个 完全不会接食物 我以为他能接到 这一个鸡酱基本上就一口就吃了 比他的咬喝力还是比较大的 最后一个啊 来 坐 你看他两眼发光 还是一脸的胸向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对